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全球股市又被老鹰给灼伤了吗 美国的联准会 释出鹰派的讯号 冲击科技股的纳斯达克指数 跟废半昨天都重挫超过了3% 这跌得很重 那台股电子族群 今天当然也就大跳水了 指数一度大跌超过了240点 但是中场台积电又开始救援了 尾盘急拉也带动指数跌幅收敛 折台北股市今天失手了五日线的关卡 那么短线的防守点到底该怎么抓呢 有没有什么不好的讯号出现了呢 还是说不用担心呢 马上欢迎今天来同学会的三位来宾 另外欢迎分析师王兆丽 兆丽老师午安 明君好 各位同学好 第二位欢迎分析师连前文 阿文赛好 明君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第三位欢迎分析师邓尚为 邓老师好 明君同学们 大家午安 好 FED的音浪太强吗 台股也被晃到地上去了 尤其是台积电 台积电拉回两天 五日线有一点点危险 最近买进的小股民都说 我看台积电这么强 法术会之前去买 结果小套 到底要不要挫泪蛋 还是不用担心呢 指台积电 老师有讲 过高给它一点点的时间 倒是设备股 前几天没动 今天终于接棒涨了 下周四 台积电的法术会 半导体依然能够成为 大盘资金的避风港吗 请问赵丽老师的最新解读 这个月除了台积电法术会之外 同一天这么嘟嘟好 还有全股王大力光要举行法术会 最近苹果的新旧概念股 都有一起发动的迹象 月底要公布的苹果财报 要关注哪一些重点呢 有哪一些新品 可能是今年的爆发潜力股呢 新旧平概股谁今年机会比较大 请问阿文赛的最新解读咯 鸿海昨天好强哦 出大量大涨 原来是营收创高 但是鸿海小股东们就想问啊 你怎么只抢一天呢 今天就落差了 那今天股价熄火 可是哦 低本一笔的鸿家军 其实呢 你还是可以留意的 哪一些个股可以买 守株待兔就能够得到报酬吗 对老师从筹码跟技术面呢 帮大家好好的来挑标的 关怀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来五七股市同学会 同学会节目当中啊 前两天就提醒大家了 台积电过高之后呢 台股创高 可是呢 短线上面不会再急涨了 要稍微的休息 那昨天呢 受到美国的联准会 可能会释出比较鹰派的讯息干扰 美股大跌呢 台北股市今天也就顺理成章的更迭了 今天指数呢 一度下跌了超过240点 中场呢 是往上拉台 尾盘拉了63点 就是因为台积电的尾盘 也是向上来带动 还今天今天很惊险的守住了均线 只是高价股呢 有一点点受到了干扰 包含了联发科失手 五日线跟十日均线 细利KY股王居然打到跌停板 这是不是错杀呢 问一下赵玉老师的最新看法 那么从大盘来看 大盘呢 昨天攻高到18619之后 今天是做拉回了 也失手了五日线的关卡 可是我介绍老师 有教大家来看一个防守点 就是开红盘那天的低点 不要破就没关系 今天差一点点快要碰到了 那明天的盘是怎么走 您认为呢 短线上面危机才不会看到 好 对 我想 当然啦 在1月3号新闻开红盘 这一天18238这个低点 我们先就现行来看 不能失手啦 万一真的失手 相对上来讲 就会比较陷入整理的格局 那今天来讲的话 刚好差15点 那另外的 今天下引线大概有115点 所以代表多方来讲的话 其实他是有在防守的 尽量把尾盘的部分来讲 跌幅进行收敛好 那今天为什么会跌 当然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说因为FED的一个会议的利率 决策会议的一个 要提前升息 对 大家觉得缩表的部分 有可能会提早 好 那提早的状况之下 其实你像上一个月 就去年12月16号那时候也一样 指数大概也是在这个地方 指数也回档修正好 那我跟大家报告一个 因为大家都觉得 假如提前升息 好像对科技股 对成长股 会产生重大的冲击 对啊 每次都这样 每次都一样 每次都一样 放羊的孩子每次还争取都有用 所以你看今天收盘的废半 还是跌最多 NASDA也是跌比道琼来得多 对 几乎每次都这样 可是上一次的时候 12月16号的时候 其实在这个地方之后 你知道这一波的涨的时候 其实每一股谁最先创新高 也是科技股 对 备办 备办指数是最先创新高的 道琼是到后面 才慢慢的创新高 并且在回档修正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道琼的跌幅 比备办还来得重 对 所以我的意思说 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子 只是因为大家觉得 好像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今天 电子股的部分 大家一起跌 台积电也要跌 连巴克也要跌 全部都要跌 股王 细利 可怜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真的很可怜 好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这个地方来讲 大家不用太过去担心它 因为我也讲过美股的部分 目前来讲 其实应该只是一个 稍微的回档修正整理 因为财报的部分来讲 我想优于预期的会是比较多 当然上贵指数的部分 率先前几天就转弱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 大家又看到台积电弱 大家又有可能觉得 今天外资会卖 所以从小型股的部分来讲 当然大家也会怕 因为真的没什么信心的 部分的第17期的个股 就开始补涨 不过我觉得 指数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不用太过去担心 我想还是择优布局 竹梦踏实 好 至少还好了 目前的1月3号大量地点 18238 今天是有防守住了 学校医老师提醒大家 只要这一天的低点没有过的话 台北股市短线上面整理 没关系 但是没有转弱的疑虑 可是我记得你刚才讲 12月16号那一天 也是联种会说要升息 然后科技股都大跌 但在反映之后 股市又上涨 我记得赵老师在节目当中 有讲过 他说尽管升息 可是全球的资金 还是非常的丰沛 大家真的不用自己下自己 这个时候 几点下来的半脚体股 会不会是成为 你反而介入的好时机 为什么 因为利多真的太强劲了 最新登场的CES 三巨头秀肌肉 包含了AMD NVIDIA跟Intel 都推出了新的晶片 他们都是谁帮他做的 都是台积电 台积电2022年资本支出 预期会大增 瑞银目标价喊740 小摩也喊了780 尤其最新预期是说 资本支出可能会年增40% 来到380到420亿元 所以下周的法术会 这个部分就是关键了 那这个外资的天王 陆行之也针对了台积电的法术会 给了大家几个先做功课的 观察的指标 包含了 第一个是资本支出 成熟制成跟先进制成 各战的比例怎么样 也关系到台北股市 相关供应链的变化 涨价能否抵消 折旧费用大增的毛利率压力 等等 大家可以都来看 但是问题是 我想先问一下赵丽老师 其实尽管台积电今天下跌 但它拉尾盘的这个动作跟企图性 你认为可以怎么样来解读 对 没错 我想台积电的部分来讲 我觉得拉回来到这个地方 因为它接近回补了 向上跳空缺口的下云位置 几乎快回补 其实那个地方的 这个低点 其实今天的低点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之后的股价应该会震荡走 对 没错 因为我觉得 其实你看一下 我再补充一下 刚刚大盘的部分 因为我们讲 第一个 今天收盘的S&P500 它当然有稍微的小涨 第二个来讲 公债殖利率也有稍微小涨 可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美元指数并没有因为升息 而出现大幅的一个升值 只有小幅升值一点点 日币的部分也没有 日币也没有出现大幅的升值 因为基本上货币的部分交 美元大升 日元也大升 基本上来讲 就是有一点比较属于 系统性的风险会出来 可是根本没有 这两个指标是没有看到大幅升值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来讲 大家真的不用太过于安心 好 台积电的部分 既然是这样的状况之效 就代表美股的部分 其实这个地方 比较不会有连续性 综合风险 好 又回到未来的展望 未来的基本面 因为股票一定是这样子 台积电的部分来讲 我们先看一下 当然这是在所谓的 在外资封台湾12年之岁 就是去年来讲 总共贿赂了这样的一个金额 5814亿 史上第五大金额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它未来只要国际股 是不要出现太多的变化 尤其美股 那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它未来应该还是会 以买超为主 赶时间不会有太多的问题 好 那我们再拉到 你看一下 史上最长晶片的交货 要等半年 这是半导体的 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的讯号 对 没错 就是说它前这个时间来讲的话 上个月就去年的 12月份的时候 拉到25.8周 比去年11月又增加了6天 又改写了历史的进入 对 没错 那所有的产品来看的话 其实前这个时间拉长到历史新高 那尤其电源管理 IC跟MCU的部分 它的交货其实是最长的 那当然有些人会担心 会不会 之后来讲的话 会有库存的 就是怕超而定格 我怕不够 我就毛起来乱定一头 对 没错 那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这个应该最快 也是今年下半年的事情 所以我的一周短时间 这个地方的疑虑 真的不是那么的一个大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代的部分 好 没问题 好 那另外的部分来讲的话 比如说三驱头要抢 所谓的一个晶片 对 所以台积电它当然是赢家 你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说 像英特尔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它也要跨入 所谓的自驾车的晶片 那另外的 回答的部分来讲 就做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除了PC 除了NB 除了手机之外 其实未来来讲 不管是在AI 不管是在自驾车等等 这一些的晶片来讲 其实需求量还是很大 所以这部分来讲 当然有些AI的部分 它需要比较高阶的一个制程 好 那所以我觉得台积电 等一下我们看现行 再来跟大家做说明 好 那另外的部分 其实CES产里面 高通跟联发科 其实说真的 在今天还没收盘之前 美股在找盘的时候 指数都还没有这样子的时候 其实高通的股价 是创下历史新高 真的 对啊 高通的股价 是创历史新高 后来才拉回 对 后来才因为大盘真的整个 那英特尔的股价 其实也涨蛮多的 只是说收盘真的 涨幅都出现收链的一个现象 好 那高通假如是这样的 它当然要跨入所谓 自动驾驶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联发科的部分来讲 它也不是省油的灯 它也要跨入所谓的 车用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联发科相对上来讲 也是蛮有机会 那这个就是刚才所提到的 其实他认为 不管PCNB等等 就是说以目前来讲的话 假如PCNB也相对上来讲 有换机潮的话 那再加上手机 或者是再加上这一些AI 自驾车的一个部分的晶片来讲 我想短时间确实 在所谓半导体的这一块来讲 并不是那么的一个悲观 反而是正面的 好 这么多的正面讯息 包含了这些巨头 要来推车用晶片之外 还有这个相关的 高通联发科的PK站 IC设计族群的大家可以留意 而这些厂商除了做车用晶片 原本的老 就是自己原本最强劲的这个 本业CPU的这个换技巧 大家也可以来做留意了 但台积电先创高之后 其实赵玉老师有说 机长之后它会稍微的整理 所以大家可以耐心的等时间 不过刚才一头拉股半导体的 这个相关 不管是缺货或交货 其拉长的利多的话 哪一些个股您认为 有机会有接棒的态势 好 对 没错 我想这个图表之前大家都看过 我一直跟大家讲 今天的成长率真的是趋缓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好了 好 台积电我个人觉得 2330的台积电 我们看一下 其实它当然今天来讲 几乎快回补缺口 其实今天也蛮强的 尾盘也拉了不少 那只跌6块钱的水準 我觉得最差最差 基本上都还有机会来往669 最差 我觉得应该不止 最差 我觉得它会 当然像这样讲 前两天我也跟大家讲过 它会慢慢的震上去 我觉得它慢慢震上去 机会比较大 好 那台积电大联盟部分来看的话 你比如说你看一下1560的 中砂的部分 对 它的股价表现相对讲 回档之后 今天表现也蛮强 对 还有3583的一个星云的部分 好3583星云 它是今天的红棒 种植日可以连三黑 对 它今天红棒吃过昨天的黑黑棒 对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 那你看一下3413的金顶 的部分 3413的金顶 这是红加 其实在大联盟的部分 你尽量去选材料 耗材的部分 因为它那个比较 前几天我也讲过 比较营收比较有 设备有那个认列 月份的问题 对 耗材人家没有 对 所以设备你比较去难 难去掌握 除非有入骨 有一些大厂入骨 那记忆体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当然立即起来是 优于标准型的部分 好 那IC设计的部分好来 今天很重要的 你看一下2454的联巴科 其实今天盘中 说真的也跌不少 可是你看也拿出下影线 好 那大家讲 6415的系列KWR好了 它怎么跌那么重啊 大家一定很关心 怎么跌那么重 之前我们其实在这边 有讲过 这个股票会慢慢上 好 又回来了 好 又回来之后 我们看一下 我要跟大家讲 你比如说 在2436的一个伟权店的部分 2436伟权店 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今天拿红棒 还有6104的创围的部分 今天的股价来讲的话 其实也算相对上来讲 比较强 好 我要跟大家讲的意思是 就是说 其实IC设计这一块来讲的话 它慢慢的会是个别股表现回处 那什么样的族群 会比较有机会 就是还是一样 电源管理IC跟MCU 那6415当然系列 它因为它的本益比比较高 当然 大盘的 大家比较有风险意识的时候 其实说真的啦 大家比较容易砍一些 高本益比的股票 所以这时候第一本益比的 相关IC设计族群 就可以有机会了 对 没错 你就选择 电源管理IC跟MCU这一块 我想相对上来讲 会比较好的 好 那另外一个族群呢 我们主任友来追踪 那就是Mini LED啦 因为呢 苹果要在这个月的月底呢 公布最新的财报 那最近苹果的新闻也很多 包含大家认为说 它的iPhone的销售数字呢 会比预期还要好 明年呢 还有MRA 原宇宙相关的应用 我想问一下赵丽老师哦 新的苹果股跟旧的苹果股 其实旧苹果股就是包含了镜头厂嘛 最近股价有开始表现 那新的苹果股呢 Mini LED呢 其实呢 最近的涨势也都还算不错 新旧苹果股 你认为都有机会吗 还是说找爆发力比较大的 其实更有长相 对 我觉得当然啦 假如说以iPhone来讲的话 其实镜头这一块 因为他们真的是 股价点也很多了啦 那因为镜头的一个升起 在今年 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这些股票 也会慢慢出现 震荡走高的一个态势 这个基本上 不会有太多的问题 那假如就新的来讲 Mini LED的部分 它还是比较属于新的 因为去年才开始陆续的推出 那不只Apple 其实另外的部分来讲的话 你比如说像TCL 另外的很多像Samsung 甚至其他的很多的厂商 都会推出很多的产品 那另外一个来讲的话 三星他还要推Mini LED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 其实它是跟元宇宙有关的 假如说你真的 硬要大家把它归类于元宇宙 网通也可以元宇宙 什么东西都可以元宇宙 那Mini LED 你要画质更漂亮 那个头戴装置 里面就是要Mini LED 对啊 要更漂亮 画质要更漂亮 Michael LED 当然现在还没办法 那所以假如说它也具备题材性 那股价有些真的涨比较少 那你看Apple的股价真的涨成这样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页的部分 好 那我们就举例几檔股票 来跟大家做说明 你像惠特的部分 去年前三季 2020年 那这个是去年的前三季 9.5 真的不错 对 而股价223 太鼎的部分来讲5.22 今年前三季 去年的前三季是衰退的 股价137 不是今天涨好凶 对 我们等一下来看 那其实这个是打件 这个是PCB 这个是打件的 你从4.978 8.2 你看一下 你比如说像4927的 太鼎的部分来做观察 好 你看它的股价涨成这样子 对 还没涨的时候 你缩小的时候 大家缩小一下 好 把时间缩小 对 在之前还没涨的时候整理 整理完之后 你看上来之后 涨成这样子 它的EPS 去年间衰退 那6278的台北较克的部分 你看一下 6278 好 对不对 你把它缩小 它的股价来讲的话 也整理了很久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这种你不觉得 这种会过高 138.5 这种我觉得会 有气图心感觉 有蛮明显的 没错 你看它的气图心 你看今天大盘这么不好 还创高 对 那负财的部分 3714的负财 你看一下 好 3714 2.56 你看今天的股价也创高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4956的光宏 假如说LED这一块来讲 其实EPS 你看这个我觉得整理完之后 4956的光宏的部分 应该有机会 好 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好 没问题 稍微基本面的部分 我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 那当然就台北有科的部分 就mini 加所谓的电动车的一个部分 拿它来跟泰廳比较 我觉得它的股价 真的被低估 委屈呀 委屈 对 没错 那负财的部分来讲的话 当然它收尾红光LED等等 那今年第二季来讲的话 有可能新产的人会开出来 那光宏的部分来讲的话 它也是一样 mini LED在叫光感测 光感测其实有一档股票很强 就是光 对 那三四年的光 也真的涨半天了 你知道吗 那当然它也有第三代半导体 可是光宏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它也有光感测 跟所谓的mini LED的部分 IR 红光感测 车用 所以我觉得这种股票 没涨 应该也会有比较的一个效应 所以就是说 刚才表格里面看 mini LED有很多的族群都有介入 但在太鼎 当领头羊创高之后 本益比稍微高 反而可以留意 一样有mini LED题材 切近了包含了电视 跟电动车相关领域的 这些个股 大家就可以做关注了 若说你对操作 今年的平概股当中 mini LED的爆发力 有任何兴趣或想法的话 画面上面 我们教力老师的大头娃娃 跟他加个like 班的持股问题 跟他请假还要讨论 关华我们聊一下 就是瓶盖股的部分了 苹果在这个月的月底 要来公布财报 其实市场上面 现在对财报的解读 都是比较乐观的 也难怪苹果股价 最近会在美股动荡当中 逆势来创高 瓶盖股的 这个旧的瓶盖股 包含了大力光跟郁金光 今年是他们翻身的机会吗 尤其大力光 公布的营收 表现非常的亮丽 怎么看他切进车用之后 有办法重返过去的荣耀吗 休息一下 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来 五七股市同学会 1月28号很重要 我们台股市已经封关了 可是美股里面 有一档个股要来公布财报 那就是苹果 苹果财报 关注六大议题 包含了iPhone 13销售量 今年星期的进展 手机营运展望 供应链缺料问题 还有半导体晶片 设计N的元宇宙 这六大焦点呢 大家都要高度来关注 那首先来讲到 今年iPhone 苹果大家关注 两个很大 很重要的产品 一个是iPhone 上半年传续会推 平价5G版 下半年四款iPhone 14 而且高阶款会升级 A16处理器 另外一个就是呢 哇 这个呼声很高的 AR头戴装置 郭明奇分析是说 今年第四季就会推出来了 搭配两颗处理器 可以独立运作 而且呢 里面有三个萤幕 两块Micro OLED 跟一块M OLED 浴金光 社会程度很深 优势会赢好几年 那在旧的平概股当中 最近有一档个股 其实呢 表现非常亮丽 从低档慢慢的涨上来 那就是前股王大力光 十月份营收啊 月增3.4% 创下11个月的新高 下个礼拜四次法术会 大家要看什么 不只是看iPhone的状况 还要看它 有没有来切进车用啦 我想问一下阿伯三 这个过去的光学镜头厂 跟着苹果吃香喝辣 可是呢 因为大陆的竞争者进来之后呢 他们就受到一点的压抑 现在有了AR头戴装置 跟车用的这个应用之后 我们的镜头光学厂 优势您认为还可以期待吗 对 那这个大力光公布营收 对不对 好 过去这个林恩平 一般来讲的话 他是做产的 不太会讲话 你说你问他 他一 一 二 他不会多讲话 很老实 既然的话营收公布之后 今天的今日报 发现林恩平表示 林恩平表示 表示很多东西 我们都觉得 真的是很有意义 我们来看下一页的部分 没问题 我想第一个的话 他讲就是说 8批越来越多 8批的订单越来越多 这代表什么意思 批叫Plastic的话是塑胶 是8个塑胶晶变叠的 8批比7批的单价都40% 那利润就很高 因为8批的解析度更高 它的广角就是 它的旁边那个角 比较不会就是失真 还有一个重点是视角会比较广 所以8批比7批 所以他第一个他讲话说 8批越来越多 他从来不讲话 8批越来越多 8批的价格比7批多48 那利润就很高了 好 第二个他昨天讲过说 今年有几个技术的话 会带动这个所谓的 这个单价的提高 第一个的话 这个加Flare的话是 解雜散光 是什么意思 一般照相照 比如说有些霓虹灯 这两个字你一照 你看不见 就是糊在一起 你看不见 这个明明是明君 怎么你看那照例 照例跟明君不消灭 对不对 好 你假设有这个解雜散光这个技术 打下去 明君不是照例 我还以为看错了 也很悲悲 所以你有这个解雜散光之后的话 这打下去不消灭都很清楚 这叫解雜散光 这个技术的话 当然单价就提高了 好 再来这个去刘海大家知道了 因为你那个本来有一个刘海 镜头在上面 红外线的镜头在上面 你现在变成玻璃了 只是一个小小的打孔而已 这些所谓的这个 人脸编制的镜头都在下面 你上面是玻璃 你又是玻璃 穿透力就有问题 所以你下面这个东西 要改成塑胶镜头 那塑胶镜头要找谁 大利光益金光了 对… 所以这个订单又来 第三个叫做双自由曲面的镜头 他说今年还有这个镜头 这个镜头说 有些人照的时候歪歪 这双子的镜头的话 这个歪掉 这个歪掉 这边的歪掉 一般的照射的话 常常圆圆的照射都会歪掉 对 因为旁边两边很容易会失针 对… 但是如果我有这个所谓的 双自由曲面镜头 你有没有知道垂直 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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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的照这样的效果 我不会失针 完美 所以你要站旁边的人 就不会被拉大 对 你看你这个双自由曲面 你没有这个镜头你就会这样 所以他昨天表示说 今年8B的订单非常多 而且重点的话是 这个解雜光的技术 去留海的这个东西 还有双自由曲面 而且这三个是今年很大 只有这个利润很高 而且你想想看 以前我们有个观念就是说 他不做所谓的玻璃镜头 有一段时间他说他不做玻璃镜头 因为他觉得玻璃镜头利润很低 而且玻璃镜头要取得 这个所谓的认证很难 因为这个玻璃可能你在北极用 要耐寒 你有可能是在非洲 你要耐热沙拉大沙漠 他是耐热高度要跟温度差很多 所以你要做玻璃镜头很难 而且重点的话是 要获认证时间很长 所以他那时候觉得 利润的话不太高 因为他的利润是70% 做他的利润只有剩下60% 所以他不做玻璃 但是问题他获得特斯拉的认证 特斯拉是车用的 所以特斯拉是玻璃的 他既然获得认证就是说 他常常吃三公 他说他没有做玻璃 但他获得认证 表示他有做玻璃 而且一台有8颗 你想想看 特斯拉现在是50万辆 现在已经冲到93.6万辆 要挑战200万辆 除了阿文塞也有假 对 现在一般是154万辆 有可能到200万辆 如果一台用他的镜头 一台是8颗的話 嚇死人了 那订单有多少 所以你看他的投資金額 以前都是30億 40億 現在300億 為什麼不投資30億呢 為什麼不像以前投資41億 47億呢 為什麼昨天他講 我有三座廠 我要投資300億 為了訂單太多了 所以這個所謂的 1月13號的法說會的話 就值得期待 因為他所講的東西的話 你會發現這都新的技術 而且利潤都非常高 易金光這個的話 主要是郭敏齊所講的 郭敏齊說 他已經追過陽明光 這個叫Pancake 這個Pancake是個餅乾 但是不是 它是透鏡 英文這個餅乾透鏡 這個良力 這個比他強 所以他取得蘋果還有Meta 這個麵攤 洋春麵 肉麵都有 你看一看還有Sony 所有的透視訂單都拿到 所以郭敏齊說易金光 因為蘋果的量很大 Meta的量很大 Sony的量很大 易金光全部吃的話 所以我們昨天有講 他從18塊到25塊 這剛開始而已 這只是剛開始而已 耳後這些量 越來越大的時候的話 那個獲利的爆發性的話 就會更高 好 那講到郁敬光 我說不得不給他按一個讚 這兩天大盤拉回 可是他就是比大盤強 對…你看這幾天都在跌 我們在講郁敬光 你可以發現 每天蓋19塊 每天蓋11塊 現在又13塊 12塊 這樣蓋的話 登高必自卑 行眼必自耳 你可以發現 這樣蓋也要蓋100塊 也蓋不少了 所以慢慢蓋也是 布魯外太空的股價 所以我們講易金光 如果股價表現真的很好 我說今年的話 是鏡頭皮疾太陽的一年 而且獲利從18塊變成25塊 接到那麼低 而且外資三大法人一直買 拼命買 一直買 所以已經看起來有一點小 但實際上買了3624張 你會覺得這個珠狀圖 沒有像這麼大 沒有 人家這樣的話 買了3624張 也不少 每天跌200一點 跌多少 今天136點 房間跌200一點 還能夠買3624張不錯 所以這個是高角度的一個整理 所以我們認為540到600塊 這個區間做一個震盪 原則上還是一個公斤的架構 我認為目標的話 600塊這邊的話 可能壓力會比較大 但至少突破600的機會 是非常高的 好 這個是瓶蓋股當中 舊瓶蓋股包含 玉金光 大力光 今年立基點的觀察 另外一個族群阿文塞 也追蹤很久的 那就是ABF載板 其實ABF載板 從去年一路漲到現在 外資在今年 依然是非常的看好 儘管說股價稍作拉回 但是我想問阿文塞 很多人很想操作ABF載板 拉回真的就是可以勇敢的買嗎 這行情應該是要講 台積電拉尾盤 那只是墊高指數 跌202點變得136點 所以那個不需要 去做一個反彈的動作 但是如果ABF載板反彈了 如果台積電 聯發哥開始反彈了 那就是可以買 因為他們基本面很強 而且外資一直看好 所以這些型股票 開始反彈的時候的話 就大盤反彈的一個機會 你可以發現 以前以細心為例 說真的它漲這麼多 它就是盤整 它也不會跌 然後後來又有好消息 一次有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 宰版的好消息 又漲上去 漲太多了 又整理 又變宰版的好消息 又漲上去 就整理 所以這類型股票 一般來講的話 是一個所謂的 大盤的一個攻堅指標 所以它反彈大盤 就開始攻堅 昨天美銀的話 把新型股250 調高到300 藍電650 調高到800 最重要其實 我們用一個觀念 就是說 以前這個CPU跟GPU 它這個高速運算 網通是高速運算 好 你看 以前它是這麼小 後來變成這麼大 後來整個宰版的面積 都變大了 後來變成這麼大 未來會變這麼大 你看從4X 這邊是1X 2X 3X 這個整個宰版的面積 越變越大 厚度的話 本來可能是2層 3層 這邊變6層 現在這邊是20層 層的話是20層 面積越來越大 所以這個宰版越來越大 面積越來越大 當然也比有宰版的一個 所謂的攻擊量的話 就怎樣 需求量就會暴震出來 攻擊量不一定會滿足它 對 你看 先進封裝的話 2021年到2025年的話 年復合成長率是65% 所以我們現在講的 不是說你要去買宰版股 台積電反彈 那只是定高指示而已 真正大盤的反彈的話 其實要看 一邊有宰版看年發科 因為你可以發現 這類型股票過去它的特性的話 不太會跌 一旦攻的話 大盤就跟著攻 所以這類型股票的話 其實在基本面的話是要太強的 去年的缺獲率的話是24% 今年是21% 仍然是兩成 所以基本面還是最強的 所以阿文三認為 大盤要直穩 先看一個先攻的部隊 那就是具有非常強勁 基本面的ABF載版 如果說他們續攻的話 整體大盤的環境 大家就可以比較樂觀來看待 可是如果大盤好的話 什麼樣的族群 你覺得可以留意呢 對…還有聯發科 為什麼聯發科 今天瑞穎政見的話 一篇聯發科二十幾頁 都是英文的 看得不懂 聯發科雖然很會跌 但是他也很會長 很會盤整 他也很會長 所以你可以發現 他一下子創新高 因為基本面太強 今天瑞穎從1月250 把它調到1350 而且他今天這一份報告 他表示說 我對你就是為什麼 保證的 我幫你贊助 保證的 你說你穩的 為什麼 你看一看 這個地方叫四十 四叫四占率 四占率 手機的晶片 包括四G跟五G合起來 對 今年第三季 去年第三季的話 聯發科是40% 是在這個地方 40%在這個地方 他說我在保證 我說聯發科 2022年是50% 這代表什麼 代表高東是去打完的 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瑞穎等於是這個保證就是說 聯發科獲利會到什麼 他寫79塊5 上次元大寫80塊 去年是64塊 80塊 聯發科的基本面 如果這麼強的話 當然它是一個多多指標 他反彈的時候 整個Ig森就跟著反彈 所以大盤的反彈指標 APF宰版跟聯發科 另外就是剛才 照例講我們也要跟著他講 Mini OED太火熱了 照例研究基本面非常透徹 所以我們要跟著他的腳步 你看Mini OED的TV你看 2021年的話是200萬台 今年是870萬台 有這個嗎 有 好 明年1700萬台 所以未來的Mini OED的 需求量的話 這個成長力的話實在很高 所以他剛才講過 台北好客戶的話 其實是有它基本面 所謂的紮實的基礎 好 就像是全世界 雖然是前幾大的TV的品牌廠商 三星也要做Mini OED 所以相關的族群 大家可以來多看幾眼 對 所以你可以發現 一家公司 你要不要去買它 有時候你要從一個角度來看 有沒有擴廠 這個大力光本來 投資都是30億 40億 現在是300億 那就表示說 他可能有訂單 有訂單 他敢這樣拚 這個公司的話 第四季擴增三四成 對 還要繼續擴增 你可以看 它的獲利總是3.2變18.8 所以我們認為 這類型股票惠特的話 它股價雖然會整理 但是即使跌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也是小跌 不太跌 也是穩定 所以原則上我是覺得 這類型股票的話 其實還是貢堅指標 好 現在兩個股來追蹤的是 雙紅的話是 雙紅 元泰的話 元大政見的話 有給他一份報告的話 是看得比較好 是說未來所謂的 SERVER伺服器的單價的話 因為它的耗電量的話 是350瓦 所以它的散熱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單價就提高速到20% 獲利可能就會比較好 而且三星本來 他們用的是所謂的這個 導熱管那一種的 現在改成板子 單價就高出很多 獲利的話大概是3塊14塊 但它本利比從11倍 把它調高到17倍 所以我覺得今天一漲突破新高 這個的話 就是一根長紅解尖籌 至少做一個突破的動作 對 原則上是180到250的話 來做一個區間操作 所以原則上我想 這類型股票的話 在基本面最近的營收 還有所謂的外資報告的話 都給予肯定的一個評價 好 非常感謝阿文塞 今天針對的盤面上面的強勢股 包含了玉金光跟散熱股的雙紅 給大家非常即時 而且實用的操作建議啦 若順對操作你手中持股 在盤中任何問題或想法的話 歡迎掌口畫面上面 我們阿文塞的大頭娃娃 讓他加個like 幫他持股問題 跟他請教跟討論囉 光滑我們聊一下 昨天好多股民們都在看一檔股票 那就是2317的鴻海 鴻海出量大漲 原來是營收真的好棒棒 可是為什麼強了一天間就弱呢 是因為被整體的美股跟台股 給拖累嗎 鴻家俊裡面有誰本益比低 有機會跟上腳步的呢 我們請問鄧少偉老師 休息下所的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來五七股市同學會 昨天鴻海平地一升 雷浪好多的股民們都醒了 可是為什麼只開心一天間就跌了呢 到底有沒有關係呢 等一下問鄧老師 為什麼鴻海昨天那麼強 可能是先反映財報的利多 鴻海公布去年營收 居然創下了史上新高 去年營收5.93兆元 年增10% 伺服器部門是最賺的 1月23號郭董要來舉行 這個鴻海加年華了 新的今年的布局 大家就要多所留意了 外資終於終結連四買 昨天買了鴻海七千七百六三張 這是好的開始嗎 是 鴻海大牛翻身小經紀們也很爭氣 包含了GISKY 節目當中昨天有講喔 去裝IC廠的天譽 還有設備股的金鼎呢 最近的利多呢 都還滿多的 股價表現怎麼樣來關注呢 只是啦 元月份呢 我們講好多天了 似乎有王者歸來的行情喔 十大全職股有機會翻身嗎 看一下包含了大力光等等 這十檔個股喔 今年的買賣超 其實包含了台積 南電 國具 台達電 中租KY 風太日月光 這個法人都站在買方是比較多的 那鴻海目前是小賣一百五七張 但是我問你鄧老師 你有沒有覺得很快法人 就會把鴻海給買回來 那今天跌有沒有關係 今天跌是沒有關係的喔 為什麼昨天我特別提到 鴻海昨天爆出十四萬張的大量 對 那麼在之前的低點 我們看到看一下這邊 2317的鴻海 2317鴻海 我說之前的低點在96塊半跟106.5 那根K線 對 就是出現了大量 所以昨天這個大量出來 就告訴我 我要去挑戰那個地方 而且我要去測試 之前跌下來那個大量區 能不能轉換成一個強力的支撐 我們縮小一點點 對 縮小一點點 這邊 就這一根 對 96塊半這一根 這個大量 對 所以我說它這個意思告訴我 我的量已經來到這個位置了 所以我昨天說 鴻海拉回來就是測106.5 只要能夠利手在那裡 就安全 所以各位看 今天鴻海收盤收107 盤中一度跌200點 它最低來到106 那算非常漂亮 而且均線就糾結在這附近 包括我們也可以看台積電 好 2330的台積電 對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 就是老師昨天有說 它那個668 就是它去年初的壓力 我一樣 放大 對 為什麼說 當時我說台積電 它這個668 2月份的高點不容易過 就是因為那個成交量還差很多 對 它當時只有7萬多張 可是那個地方668 是有10萬張以上 所以這一天 大漲的這一天 我就提示各位 上來668是不容易站穩的 你不要亂追 因為量會告訴你 那同樣的道理 669殺到這個地方 昨天我還特別提示 大概要買 要回到缺口 630 635上下 對 今天真的來到636 各位同學 你想 如果你懂得在668附近 或假設665就好了 665你懂得賣一下 今天635 你一定敢買回來 這就是心態 但是如果你沒有賣的人 看它跌到635 你是嚇死了 那心情是完全不一樣的 包括昨天最多人講誰 六四一四的花憨 對 我昨天節目當中來問老師說 洪家軍為什麼掌摧化憨 被骨骼給入骨切入美女咒 可是鄧老師耳提面命 不能追 對 因為昨天掌停板 大家一定會覺得好奇怪 因為明君有問我說 昨天掌停板打開在所 充那個大量 對 我說是不是要來充大量 我說不是 高檔報大量是要不能追 今天直接殺下來 所以同學們很幸福 因為我們就早一天告訴你 要做的動作 那現在怎麼辦呢 你說今天台積電也拉回 對 我覺得很漂亮 為什麼第一個缺口碰一下 沒有封閉 各位記住缺口是644跟632 今天低點是635 所以缺口沒有封閉 剛好來碰五日線 就像大盤是不是碰五日線上下 你說大盤失守五日線 可是台積電五日線有利守 有守住 這一波是誰帶上來 就是台積電 台積電一個人的武林先把大盤帶上來 他回來碰五日線他守住了 所以明天你要觀察台積電視 怎麼觀察 他今天為什麼刻意拉尾盤 因為缺口在哪裡 644跟632 對 收盤收多少 644 我告訴你真的很會控盤 他就故意收在644 如果明天能夠在 直接開在644以上 就告訴你說我修正完畢 這麼快 如果沒有呢 我們要想兩種方式 如果沒有呢 你也不要怕 你就在635附近低階就好 千萬不要追 同樣說 如果說我已經持有台積電 我在668 669沒有賣 達到這個地方要不要殺 當然不要殺 稍微忍耐一下 好 我們要注意的是什麼 我從台積電大聯盟跟洪家軍 我各挑五檔 低基期的好股票 對 低基期的好股票 你會慢慢的發覺到 縱使大盤在那邊洗盤震盪 甩來甩去 你不會受傷 因為你會發現 今天是修正一些高基期的股票 對 包括你看到的什麼 股王系力KY 或是大跌 對 其實那個都位階很高 本益比也很高 對 所以從這些來看 各位可以先把它造起來 好 這個台積電修期之後 今天反倒有些設備股 要開始跳出來表態了 但設備股也不是全部都能追 鄧老師有精挑細選了 有一些低基期的 本益比相對低的買起來 現在大盤在高檔 大家最希望不是大賺錢 而是不要受傷 能夠穩住 頂住風浪 所以說呢 如果說你對操作包含了 台積電大聯盟 跟紅家具有任何的問題 或想法的話 歡迎參考畫面上面 我們鄧老師的大頭娃娃 跟他加個Line 反正持股問題跟他請教 老師的資料 你會在裡面跟大家來提供 跟分享 好 老師 這10檔各個 我們各挑的舞蹈 我們一檔一檔來看好不好 好 各位看一下 這是6187的萬論 他今天好強喔 那為什麼今天他好強 明明大盤就一度跌200度 對啊 你看我底打出來 我指標就是這麼清楚的交叉給你看 這叫周K 這個MACD是不是柱狀體 已經由黑翻紅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 今天很多股票跌下 比如說加登這些沙下 為什麼他不會跌 他反而漲 因為他剛好在碰這個頸線的位置 他在衝關 這個就是衝關 各位看 衝關 有衝 請問大盤今天是亮縮吧 對 所以我說今天大盤拉回來是好事 為什麼 今天大盤拉回來是因為台積電拉回 鴻海拉回 但是亮都縮 可是該衝關的股票他放亮 該衝關的股票他就放亮 就是很漂亮的控盤 這是萬論 好 那下一檔個股是這個漢堂 看漢堂 這位今天他今天也 是 他也不跌 表現不俗 很漂亮 你看他就是剛開始 這個法人是不是開始買了 有 有 那明天才收週限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些 就是下個禮拜還會漲 因為是叫週K 對 那你從週K看完 是先告訴自己一個方向 這種股票下個禮拜會漲 所以盤中有跌的時候 你會很高興 譬如說今天大盤 在重挫200點的時候 這些股票都曾經在盤下 那你就買 因為你看的不是今天 你看是我下個禮拜 週K告訴我 下個禮拜它會漲 那你當然買黑不買 我一直強調各位同學 找到標的不用急著追高 買黑不買紅 因為一定會有震盪的時候讓你買 你會發覺很快樂的 所以你看今天的它 也是收得很漂亮 對不對 對 精彩也是 你說它沒漲 它沒漲 可是它也不跌 對 因為它就是慢慢的在這個 在打底 打底 這個各位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好 下一檔個股是 6274的台藥 我想台藥已經很久沒人去介紹了 可是我覺得它整理得差不多了 為什麼 你會發覺到它這個100塊的大關 始終有利手 100塊的大關 所以你發覺到它每一次 在這100塊大關 離不下去耶 對 也是剛好是季線的位置 對 100塊左右是季線的位置 那只是還沒有發動 可是如果你覺得說 它的基本面也好 獲利還不錯 機器也低 那你可以佈局 佈局不是說我今天買今天就要漲 不是買了之後它未來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會漲 就像當時我在講化漢的時候 221 對 那你經過了一個禮拜多 它到了昨天270幾 我說不要追了 那你有50塊以上的空間 你就放口袋了 那再找下一檔 準備起漲的 所以6274台藥也可以注意一下 好 股票不是追來的 是用佈局來的 大家要記得 在位置比較低的時候佈局 受傷的程度是相對比較小的 下檔個股是623的旺溪 對 我想這檔股票也是很久了 沒有人注意了 但是下個禮拜它就有機會 因為明天就收周線了 所以我覺得下個禮拜 它就有機會比較明顯的 由黑翻紅的動作 老師是同族群做探針的 對不對 今天有一檔個股中探針 表現就很強 是不是有一點在 未忘惜鋪路的味道 有機會 尤其你說很多股票 已經衝到很高的位階 你再去算一下它本益比高不高 反而去注意說 這個本益比其實低低的 但是還沒動 它就會輪著動 所以就會注意一下 我覺得623旺溪也差不多 下禮拜會動 下個禮拜會動 好 至於很多國民們 關心的鴻海跟鴻家軍 昨天鄧老師也特別 點出來好幾檔 鴻家軍當中 位階高的 比如說像化漢 漲上去的高檔爆發量 你就真的不要碰了 不要吹 很多位階低的 其實業績很好的 有基本面撐腰的 還是可以留意 是的 你像GIS它前三季就賺9塊1 9.15 那今年賺12塊不難吧 它才100多 快一點點 對 本益比真的很低 所以你發覺它是很漂亮 今天又來了 亮出來了 很漂亮而且交叉了 所以它這個告訴你說 我短線也要漲 所以今天亮縮 可是這些鴻家軍的個股 確實亮增 這個都放量 低基期的統統放量 而且它還有低本益比 所以GIS也可以特別留意 好 下一檔個股 來看一下是真頂KY 真頂KY也是 你會發覺它這邊一直在 這裡交叉過一次 這裡又一次是在50之上 在考驗大家的耐性 對 這些股票 雖然比較魔人 但是已經到了末端了 也就是說你最近來買 應該會很快享受到它的動 當然你如果買在這裡的人 買在這裡的人 你會很痛苦 就像之前我在講台積電 你如果去年1月2月3月買的 都很痛苦 你只有高興三天 1月份高興那3天 我還提示你668站不上去 因為量會告訴你 這個也差不多快動了 當然說你喜歡文件操作的 佈局是OK的 好 我們往下看 好 往下看 這一檔是降位比較低 這一檔是不是很刺激了 很刺激 昨天是不是化汗漲停 對 它也漲停 可是我講化汗不要追 對 我說它機會很大 為什麼 因為這裡剛交叉 這裡才剛上來 然後最主要是位階很低 因為化汗漲在這裡 位階很低 所以像這種股票是不是挑到了 那是不是利用買那個來買 各位可以看一下分時走勢 好 我們看一下瑞金通的 今天的分時走勢圖 你會發覺好刺激 有沒有 很多時間讓你買 對啊 這樣不是很快嗎 一開盤就在盤下 104到收盤111 這樣7塊 不要說你買104 你買105 106 我告訴你 你今天是 走路有風 走路有風 很高興 有人落200點 我要在這裡 這個就是你把股票挑出來 我們回到K線來看 挑好股票之後 拉回就勇敢的買 好 你看K線是不是很漂亮 五日線連碰都沒碰 對 而且你看在所有均線上交叉交叉 開口向上 今天也是放量 這種情況是很可怕的 各位去回顧一下 很多股票在飆漲的時候都會這樣 像我們之前介紹過的萊寶 對 就是這樣啪一下子飆上去 這種股票是不是很漂亮 而且量價配合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好 2395的正威 這樣跟紅家軍 另外正威你看 它這個地方 其實底型都已經出來了 這個就很明顯的 你如果光看這裡 很明顯就是一個W底了 對 那你是不是要買黑 你怎麼會買就好 然後這個也交叉了 這個也上去了 法人也連買12345 連買五周 好 所以這種股票可以好好的留意一下 一樣重家軍的紅純 然後再來 紅純也是一樣 下禮拜就交叉了 對 下禮拜就交叉 壞是明天 如果明天長 它明天交叉 但是如果明天還沒長 也不用怕 下禮拜交叉 所以明天來布局也是安全 而且紅純的部分 其實法人這三 這三週是有在買的 有在買 所以代表說